从轮廓到毛发几乎完好无缺 这批小马就这样沉睡了好几万年 到最近才被人发现 科学家不只赞叹小马的保存状态良好 现在还找到一项惊人发现 这批在西伯利亚东北方出土的遗骸才两周大 而且因为保有血液 肌肉纤维还维持红色调 通常即使外观完好的古生物 冰这么久后血不是凝结就是变粉末 研究者表示除了小马外 近期看过另一个也有液态血的古生物 就是六年前出土的母蒙马像遗骸 小马和蒙马像都是来自同一个地质年代 新生代的第四季更新式的古生物 但小马甚至连里面的内脏都完好无缺 加上除了极寒的气候条件 这只马出生没多久就陷入泥沼溺壁 没接触到外界才能让它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生物遗骸 此外研究团队也收集小马出土地点附近的植批和土壤当样本 进一步了解这只动物当时的生存环境 而这批小马从今年六月到明年九月 将在东京和其他三个日本城市展出 让更多人一窥远古地球的风貌 大海新闻 郑余轩编译